字幕志愿ys 人性拜林 其實他們好像很慘 你騎他的時候 你去到哪兒都行 他要你車得太遠 又要快 當你不要他的時候 又危機鎖一邊很遠 但其實他所做的事絕對不會少過任何一個人 很多單車派在街上 有時地政處一說要清單車 經常都說影響事用 清了很多傳統車 在政策上我們拿不到這些單車 其實我們不可以說 可否經過我們 我們看過一下 那些是否有保留價值的傳統單車 或者股東單車才廢棄呢 在五六十年代 為何香港共繁榮呢 很多人用血汗 用單車去做運輸的 你的汽車沒那麼多靠甚麼 單車 為何香港商業共繁盛呢 很簡單 每間店舖有幾部單車 每個工人就拿單車出去做生意 周圍車的貨 就像Dee這樣說 中山車去澳門 中山車去香港 由大陸車下來 所以那個年代其實單車是對香港很大的貢獻 有很多我們民家的歷史其實應該值得保留 為何我們不將這件事說回香港人聽 原來你們以前是這樣的 那不如這樣 大家想不如做個車會吧 最初就是只有我和Dee和另一個朋友玩的三個 三個都網上認識的 慢慢你見我越來越多單車了 放上網給人看的時候 那些人就很興趣了 慢慢就用電話聯絡我了 喂 你是不是玩鳳凡單車的呀 你是不是玩古董呀 那還有 慢慢就有傳媒機構 譬如瑪麗嘉儀 又借我的單車拍照 我們用什麼名義呢 用國人名義又不好 那不如這樣吧 不如做個車會吧 有時靠我來想一下 啊 為什麼我踩單車呢 為什麼我要這麼有趣 我又要去見一個人 又去聊一個人 真是去找人 我等著踩單車 但感覺是很神奇的 你每天 好了 很辛苦 玩過去然後聊回來 你心態就覺得 下個禮拜再變得好 不如下去再聊一次吧 以前只是純體書 去圖書館 他們找一本書 就是講香港什麼六十年代史 在那裡揭揭揭揭揭揭 但現在車又可以 很現實地放在那裡 接著伯伯就跟我們說回這件事 有些這樣的事 好像說 這單車怎樣 一輛車可以載幾個人 現在可能這單車 載兩個人載一條泰道村 那種感覺是很… 我讀DX的感覺就是 這感覺是踩回來的 是慢慢地踩回來的 好像… 每人拍照就不會把照片放下來 我就好像要踩 一步一步要踩途徑 一踩環境越來越彩色 越來越多東西 這種感覺 是以前就算怎樣用盡方法 就算網絡世界都未必找到回來的 那慢慢地變成 我跟老闆之間就不是 顧客和老闆的關係 慢慢地又吃飯 又出來聊天 一個六十多歲的人 和一個二十多歲的人 好像旅遊記般聊天 如果你不說 以為我們是 一個爺爺和一個兒子 我想是… 在賺的過程中 最主要是香港人的情緣 其實你有多少輛車呢 我有 不過現在就倒著了 其實你有多少輛車呢 其實我請問一下 如果真的可以放在古董的 就是十步的 嘩 這些儲存都是一個問題 放在村裡 放在我朋友的村裡 現在可能在屯門那邊 找些地方爆炸 如果真的能夠找到 你要找一個建築房去栽培 你真的是一個真是很… 未到很多東西都未齊 很多東西是殘血骨全的 還有零件是中國的 你最終的目標是甚麼呢? 我的最終目標呢 車我差不多了 現在是找回去年代的零件 零件是不齊的 還有我想寫香港人的一件事 香港人單車的一件事 我找到有些人 他那部客人加到單車 是他太公年代留下來的 在送外賣 很有感情的 其實以前 隨街都是單車 一定是跟生活很有關係 我們是算第一次的一個展覽 我想對香港來說 是第一次有古董單車的展覽 其實本來我們期望 真的可以有些朋友入會 不過最大的問題就是 但是我們幾個會員的組織都沒有做好 變成這次我們看到的效果 都是宣傳關古董單車為主 有很多人拿著把傘 或者無魚都會過來看 因為我們始終我們的單車有吸收 太久了 有些舊就夠了 有些… 我拿了一張咖啡給你們 非常好 有得做 都沒得做 有得做 你怎麼來 那些零件都很快 我拿了 那一張咖啡 那些零件也是 那些零件也很快 那些零件也很快 我拿了 那些零件來 我拿了一個零件 就是工業產品 我也是第一次接觸 剛好我見到 覺得挺有趣 就過來學習一下 因為它很有價值 它是古董 也有幾十年歷史 所以它對於世代來說 其實是很有易價值 所以每級人都過來看 因為本身自己都喜歡 古董古舊的東西 所以就會過來看 剛才我也有問他們的中心 在洪水橋 都想去拍照 始終比較少見 這麼多古董單車 而且好像保養得很好 比較少見的都挺漂亮 所以就想看看 我們希望預期 其實想將他們的背景 再說出來 因為其實它都載了 我們很多的回憶 如果我去想一個字 可能是單車的記憶 因為始終他們都記錄了 我們人生走過的路 去過幾個地方 以前都有人說過 偶爾中國年代結婚 都一定要有單車 才娶老婆 好 我們還有一個心願 就是想將它普及化 因為其實它不是一件很阻止 的地方 不是一個騷擾人的物件 說的是環保 甚至健康的東西 所以我就希望 可以他們 有人會重視他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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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